開門 攻堅破門 大陣仗衝入民宅 警方殺的對方 措手不及 里頭范鹹 來不及反應 全部妙背 犯壓在地 警方實在又夠生氣 深夜直倒北市攻堅民宅 因為房裡這群年輕人 就是21號早上在新北中和 當街吃刀朝高中生 猛刺屁股的二煞 他們不但事先分工埋伏 藏匿還趁著爸爸 在小二級高中兒子上課時 不顧幼童在場 炒機車猛噴辣椒水 父子三人 當場痛到躺地打滾 這樣還沒完 二煞竟繼續拔出兜子 把大兒子抓住猛刺狂筒 把人看到臀部鮮血狂噴 無助哀嚎 他們這才挑勝 兩部機車分頭籌 被釋投意 噴辣椒水好像跌倒之後 那個針對那個大兒子 就是猛刺他屁股 當節行刺 居民人心惶惶 警方更查出他們犯案 早不是第一次 這個月八號 和被害人士 國小同學的蘇姓祖賢 才因為不滿老同學 和自己的前女友 單獨出遊曖昧 伙同兩名共犯 埋伏 持刀追逐 擄人未遂 立刻被警方攔截送辦 沒想到剛交曝出來 再度尋仇砍人 而且手法更惡劣 犯前離台北市變換車輛後 又往花蓮方向逃逸 後於晚間十二時許 趕回台北市大同區 長安西路口處住辦 上次犯案失敗 還在路上就被帶 這次整起計劃分工缺密 沒想到逃亡一天 依舊狼狽落網 針鋒吃醋 怒砍人 追不到女生 先吃行責 記者楊潔 黃玉蘭 新美食報道